CNC加工機 事實上我們在做這個骨板的時候 因為大家知道說人體的骨骼呢 它的曲面是非常複雜 尤其是我們這種解剖型骨板 靠近這個靜關節的部分呢 它形狀都差異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加工的時候呢 從國外這邊呢 進這個鈦合金的板材 那這個是用這個材接好的這個板材 先用這個三軸的CNC加工機 去做這個初步大概的加工之後呢 那再進到五軸的CNC加工機 去做這個最後的複雜的曲面呢 去做一個切削跟成型 肥骨這邊的一個接剖型骨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曲例 事實上都是經由我們在學校這邊 量測出來這個骨骼這邊3D的模型 然後去得到一個平均值之後 去得出它整個貼合骨頭 一個非常完美的一個曲線 那讓它能夠呢 非常吻合我們在手術當中的骨折 尤其是在近關節這個部位 它的一個骨骼的外型 包括中間這些螺洞 這些孔洞 我們在做這個加工之前 特別是在五軸加工機呢 我們都會有輸入這個電腦的這個數據資料 那這些數據資料事實上就是加工碼 加工碼呢原則上也是我們接口上面 鄰床上面等一下測到的這個CD的影像資料 那轉換成我們工程的一些語源 那之後再放到這個加工機裡面呢 去做它的一個成型 像右手這邊這邊是比較下肢 在骨骨 那有包括遠端近端 跟中段這邊骨頭的一個固定 這些設計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個 波影 有一個曲線 這是吻合我們在透過一些CT影像資料量測 那特別是針對兩岸 華人這邊的一些解剖資料呢 得到的一個尺寸的一個外型 所以它原則上在做這個骨折固定的時候 一方面它可以提供很好的一個韌性跟強度 因為這是它有一個材料它的一個特性 那同時我們在集合形狀上面 也是符合骨骼它整個接剖的形狀 所以可以達到雙重的一個穩定固定的效果 事實上大家不要小看這一片 這個根骨的骨板 那一般在國際上的一些廠家 這一塊骨板都是一整片式的 是一個平面式的 那這一些有一些特殊點 去做在手術當中 在做最後的一個翻折 那我們在這個 快根骨骨板的設計上面 變得上我們也是取之於 我們過去在骨頭上面 在根骨這邊顧問 揚測的結果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個曲力呢 非常複雜 那包括說一些孔洞它的方位 彎折的位置 我們是經過這個 CT影像的一些 mapping 的一些投射 那得到這個曲力的一個結果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從這一塊板材 大家可以看到 這麼厚一塊 它這個長光鋼 是非常厚的 那整個加工完之後 只剩下這一塊 可以想像 它整個加工成本 是非常的貴 以上就是大概針對 這種接口型骨板 因為它本身 曲力是非常複雜 那另外在加工上面 也是非常相當不容易 特別它是用這個 泰豆裏示範 這個太陽金來做的 所以我想在整個成本上面 還有 會付出非常大 那當然也是希望說 透過這樣的一些加工 能夠讓使用者 那特別是病患骨折的時候 能夠在盡量能夠貼入 他們整個骨折上面的一個心態 那同時也具備這個 蘇後藍骨比較好抗議 這樣的一個效果